剛才市長處高知省創造30幾年的工業 作品手工真有,設施也很豐富 曾經在到國家級的民族工業大眾 跟中興文化眾 以及租親文化人眾頂頂 今年再度又是選文化部的台灣工業資家 在香港也都覺得很高興 今天很高興吼,我們吳榮老師吳大師 他有入選我們台灣工藝之家 那這也是今年度 我們雲林縣唯一入選台灣工藝之家的 我們工藝師 其實在郊子桃的部分 就如同剛才吳老師所說的 其實我們在雲林縣其實是有一個群聚 然後有不同的一個形式風格 未來我們會鼓勵我們的學校 包含我們的學校的中學生或小學生 還有我們納入我們雲林縣的一些 最主要的社區的一個觀光的一些據點 以這個介面讓大家透過這樣的藝術作品 能夠了解我們在地的還有藝術的一些文化 吳榮是雲林縣第五位是全台灣工藝之家的工藝師 他早年是對嘉義林天堡台師 或是高智修 吳榮認為 雲林地区的高智修基督非常有責任 會當成為他教育和觀光的主委員 其實歷年來雲林縣在夜王獎的過獎的紀錄上 是可以排行是自貫的 所以我們雲林縣的交子島特色還是會有的 所以每個作者會有每個作者的風格 那也很希望說當然跟一般民眾 那跟縣服或是說一些觀光景點可以結合在一起 吳榮的高智修作品 除了蔡菜鹽的以外 並且利用現代科學的地式 突破很多傳統的創組繁監 讓他的技巧大大提升 那像這種作品在以前 古時候來講它是燒製過程是非常困難的 那現在因為科技進步了 那有很多騷搖的技術 跟一些條件上 都已經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 那這不只是說只是在現於說 在廟宇辦立體的方式的創作 所以在雲林縣地方來講 很多作者都已經朝向立體的 這支國營是選擇台灣工藝自家 是由文化部委託台灣工藝研發中心承辦 建立一座創作的平台 讓國內優秀的工藝家 啟發竟價值的創意 並且讓大家有機會來欣賞台書的作品 記者的影片位 蔡翁波德